第九個禮法委員選舉電視政権 發表會完尾邱在新冰島優算電視公司上 市的選區總共16位的好選人 有15位人跟電視相連選來發表政権 實況除了在優算電視的第三冰島現場 特別以外 政府一位的好選人豐富的基督議員 加上事先準備上的舊也來強化自己的政権 爭出選民的領導 第九個禮議選舉中法官市的選區 總共16位好選人有15位人出席 參加為他的一年公辦電視政権發表會 透過優算電視的現場補賞 要來爭出選民的領導 付出生班這次政権發表會的 新冰島優算電視公司 國家市總統員來完成任務 總法官選委會標示 透過公辦電視政権發表會 向每一位的候選人 表達自己的政権 透過電視奉上 跟理念團達給選民知道 透過這個公辦政變發表會的一個舉辦 我們希望說讓我們候選人 都能夠將他的參選報復 以及他的參選理念能夠來表達 讓我們的選民都能夠清楚 那也從這個候選人的這個公辦政権發表會當中 能夠選出我們最理想的候選人 過去中法官基盤候選人電視政権發表會 將來不會有候選人發表 這回第三選區代表時代力量的中逆勝 是來放棄 第三選舉區候選人張益勝先生 今唱名三次未上台 依規定由次議順序之候選人發表政見 由於這回立委選選 還有選區無論候選人人所多借 竟然都是很記得的 選委會讓選民擁有出席的投票 選出是沒中理想的領選 大中華新聞 張宰良 花壇 蔡宏伯德